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人员投顾前贯州分析师 老师好 千涵好大家好 然后今天距离封关倒数越来越近了 那投资票到底可不可以报股过年呢 好大概剩三个交易日吧 这个我想这个地方很答案是很确切 其实你应该是要报股过年 而且是要报 这个低档复苏的一个标的 我想这个图表里面来看 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录这个急诊室 对 录急诊室的时候 刚好上营那时候 达到264-65块左右的一个低档 我刚好分享就同步把这个 我们的影音 分享到脸书啊 分享到这个老色Lineat 如果你有追踪的话 你都看到260几270几280几的上营 都是一个持续看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产业低档复苏 的一个好股票 那业绩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这一季开始 就可以慢慢去做一个足迹往上走 所以你说这个农历年 该不该过农历年之前 该不该去买股票 报股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一个涨了半天高的股票 当然不要报 但是如果说是这种低档复苏的标的 其实你真的就是应该报股过年 所以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你应该去选择一些好股票 去追踪老师Lineat 或者是看老师的一个这个社 脸书的部分 或是看我们这个急诊室的部分来说的话 就告诉你说 到底哪些好的一个标的 好 那我们再看 从下一章来看的话 为什么报股过年呢 因为 长线股价低档 那产业将要复苏 那即使现在大盘指数在12000点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震荡 那你说这种低档的好股票 他跟这个指数的位置 跟外债环境 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呢 我们看今天的一些低档股 来说的话 像工具机啊 上营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概念股 来说的话 其实走势都还蛮强劲的 那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去做一个报股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2020年来说的话 到底今年会不会像前两年 我们看下一张图表 会不会像前两年来说的话 有很大的一个市场波动 我认为是应该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从最近这几天 美中要签订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 而且川普在上礼拜就讲说 那我们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来说的话 我们放到11月过后 那代表说这个中间来讲的话 有将近第四季之前 就是整个西线无战事 川普要拼选取 所以说2020年来说的话 第四季以前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市场性风险 所以说你说 如果美国总统要去做一个偏多操作 要去做一个选举 他会不会把这个股市 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向的部分 那只要市场是一个正向 我们讲说市场只要没有 像是2000年或是2008 或者是像先前的一个基隆 这个所谓的一个贸易战来说的话 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来说的话 那你就是买好股票去做一个爆股 然后享受 他未来可能产业复苏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来看的话 其实你要注意到 到底有哪些的族群是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这个工具机无论是 像是上银啊 像是雅德克啊 像是直德啊 甚至像机器人的概念 像化汉来说的话 我想他都是一个低位阶 而且准备迎接 这个产业要往上去做一个走针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后面大家会去做一个持续介绍 那另外讲的话 电动车这个概念 我想也是大家不能够忽略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特斯拉的股价都持续创新高 而且重点在于说特斯拉来讲的话 他的产线 他的一个产能开始有一个放量的一个迹象 包含像先上礼拜在中国的厂的部分 他每个每周都可以生产1000到1500台以上 那他的一个产能来说 慢慢去放大之下的话 那你说特斯拉概念股 电动车概念股 台湾的部分怎么会没有空间呢 可是他不是订单都在大陆那边吗 我们举这个帽连来讲的话 帽连是特斯拉的电子数 全球唯一供应商 那另外讲的话 像是一些电池相关组件的部分 像核大也是一样 他还是在台湾在电动车这个区块 占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我想在台股来讲的话 电动车相关的一个族群 不是说太多 对他就是慢慢动 你看最近核大股价也是蛮强的 最近我们看后面也继续往上涨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 其实包含像是帽连 像核大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在瓶盖股的部分也是一样 瓶盖股 你会觉得说瓶盖股 这个现在不是淡季吗 对啊 淡季股价低你不买股票 手上要买对 等到忘记再来买吗 忘记股价高再买 所以包含现在来讲的话 一些 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他在整个上半年来说的话 准备大概在3月份 就有一款便宜款手机 那下半年来说的话 又有3支5G的手机 所以近年来说的话 瓶盖股也是不看待 所以我们刚才看后面几档标的 像是上瓶 我想之前讲过的这个地方 已经底部打 我们什么时候讲的 就是在右下角 那个往下突出那个地方 上一次1月10号 对不对 结果连续5天6天 就是一路往上去做一个涨 这个价格已经超过50块了 价差50块了 那另外一档比较便宜的部分 像是值得也是一样 1597 你说这个电动 这个工具机要付出的话 你说这种股票 他不会跟得涨吗 一样会吧 只是价格有差 可能比上瓶慢一点点 但是还是一样会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像是电动车相关的部分 像核大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还在相对低位阶 他并没有真的涨很多 只是这个底部 慢慢已经出现了 那除了这几档之外的话 卡德克也是一样 像机器人像化汉也是 类似的一个情况 不过他股价都是有点高了 那另外在瓶盖股的部分 你要去做一个留意 现在或许不是很热 但是一些上游关键零主件 其实像大力光 当然股价也是非常高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还是可以去做观察吗 也有所谓的一个小型大力光 期货 是这样的一个部位 所以说 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在农历免之前的淡季的部分 你要去注意到一些产业低档 部署的标的可以做留意 是谢谢钱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想要知道更多有潜力的成长股的话 欢迎关注钱老师的light 财经解释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